你敢相信自己也能发电吗 其实这种方法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它不仅能够减少家庭的电费开销 而且它的原理也是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这里首先是用到了一些钢管 来制作出一个支架 把钢管按照需要的尺寸给它裁切好后 就可以把它们焊接组合起来 这个支架的实际尺寸还有形状 可以根据使用的场地来决定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固定发电机 以及它的动力系统 把支架制作完成后 接下来制作的就是它的发电系统了 这里是用到了一节PVC管来进行制作 把它剪开后 用火箱给它加热烤软 然后再按压一下 它就会变成一块平面的PVC板 这时就可以从它上面 裁切出需要的形状和尺寸 然后用它来制作出一些水轮的叶片 这里制作的发电系统是通过水粒来进行驱动 所以现在是用这些叶片给它绕到一根PVC管的上面 用它来制作一个可以带动发电机的水轮 水轮的框架做完之后 还需要在它的中间接上一根转轴 这里可以用到两个开孔的堵头 然后把转轴给它装到水轮的中间 装完后再给它的表面喷一下油漆 接下来就可以找来之前制作好的支架 这里需要将所有的配件都给它组装到支架的上面 但是为了防止发电机工作的时候进水 支架上面还需要装上一些泡沫板 装完后同样也是喷一下油漆 然后再把发电机的底座给它装上 随后再装上水轮 然后通过一根链条将它与发电机进行连接 这样在水轮转动后 发电机也会跟着运行工作 到这里整套发电系统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发电效果 这里是找来一处宽度较窄的溪流 然后通过放上一块隔板阻挡水流 这样水流经过的时候就会冲向水轮 从而形成一种免费动力 现在用一个万用表来给它测试一下 把它接好后也是可以看到万用表有了反应 接下来给它换上一组灯泡 灯泡也是瞬间被点亮 可以看到这套发电系统还是比较实用 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给视频点赞支持一下 喜欢手工改装的朋友 也可以点一下关注 我接下来将分享更多实用的制作 我们下期再见